自从环保的作业以后 我以为贵琳不再关注我的频道 想不到 她今天竟然like了我的post 我也没想过 她第一次like我的post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以为贵琳不再关注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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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队和声音乐 我头发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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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尔山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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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什么 我很忍赞的 我没有在怕 只是有蚊子 教我 先教我一生先生 我就教你 先生 这种三脚猫功夫 根本在网上都能学得到 别愿意他 刚才那招 Soul Lead 教我 我很快就学会的 这样对吗 对 对 失败 你知道你刚才差点打到我吗 你到现在都还没学好 是不是你的先生太烂了 你那叫我也会 有什么了不起 是吗 Alvin 你好吗 到底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你 不是我 那就是你 你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Alvin她自己把脸撞向我的悠悠 怎么样了 即使爆炸起来 老师建议等一下去A&E照一下 希望没有伤到眼膜 眼睛里四颗大哥小 快去 对不起 是A&S不好 还不赶快道歉 对不起 阿姨 医押费多少 我们会负责的 真的很抱歉 应该没事的 小孩子们 下次小心点就好 Alvin 不要担心 你在家里好好休息 学下有什么功课或笔记 我担保A&S帮你记下来 你也要帮忙分担 好好的照顾Alvin 好 我扣不扣 A&S A&E 阿姨 你热的酒 你热的油 我不是说我要桃果的吗 伤合了 算了 勉强吃几口吧 看了医生 医生怎么说 三天 三天MC啊 那么爽 不好意思 我的眼睛还在痛 有时候还会晕 你要不要试试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万一你以后都这样 你还会这样说吗 如果以后都是个样子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一定没事的 如果我女士呢 跟你们开玩笑了 我的眼睛已经没事了 只是医生说还要观察多几天 而且经过这件事 我也发现了另一件事 什么事 原来我们家对面有卖这个 除了一点帅还有一点酷 对不对 Amos 功课做完了没有 做完了 Alvin的笔记呢 现在不是在赎罪了 Alvin怎么样了 他早就没 之前那么不舒服了 这一次当作是教训 你平时要小心一点 不要像Alvin那样拿三天MC 功课就赶不上了 上天哪里够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不够睡一小睡了 等一下 我炖了很足的猪脑 趁热喝 不要 你懂什么 这叫做乙行补行 是你外婆的家传菜 可以帮你提升补气 还有增强积力的 这就是吃猪脑变猪脑 我才不要 真的不要 喝了 真的有用吗 甚至皮和Sally的时候 都没有借你给我喝 看你最近的成绩 你再不喝就连猪脑都不如了 快喝 喝就喝 讲话那么少了 这是什么 乱七八糟的 就好像画符一样 Alvin怎么看得懂 重新再写 把这些问题抄下来 Garish老师 我迟到了 我的责任是教课 你的责任是准时上课 这都做不到吗 下次不敢了 不舒服吗 不舒服吗 班长 来扶她 你好点的吗 来 我帮你 来 我帮你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有你们这样好的同学 是我的福气 是我的福气 我一定会快点好起来的 Amos 把你抄写 我下次不迟到了一百遍 放学后交给我 可是Alvin她也迟 我们继续 这是我帮你抄下来的笔记 如果不清楚 开问我 太麻烦你了 我也帮你写了笔记 谢谢 我回来了 你 Amos 他们学回来 为什么不洗澡换衣服 脏死了 再给我睡一下 我一回家就睡到现在 什么也没有做 我有打开书包 对 打开书包 拿出课本 然后就睡了 你 你看 我做完功课了 好 那么多 非常好 你有妹妹一般用功 我就不用操心了 你 你对国的要求太高了 如果他有我百分之十的天分 已经很好了 你看 国不想跟我吵架 看起来他真的很累 Amos 真的很累吗 好 喝碗汤补一补 准备 喝完了 好 那就继续抄卷子 你不是说我可以再睡一会儿吗 一会儿过来 你根本不是累 是心理作祟 去 快点 快点 小心 小心 你后面 那边 走那边 快去捡 快去捡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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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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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掌握你 你后面 你后面 太好了 小心 进去 没人了 快 快 好 看一下你们下个常语 不言而语 言的意思是说解释 语是形容明白懂得 不用找解释就能明白 形容事理明切 是不是很累 不要吵 我打了一个晚上的游戏 你打了一个晚上的游戏 搬到课文第97页 我等一下回来召唤你们 班长 谁大声讲话 就把名字记下来 是 你的眼睛还会痛吗 医生说暂时不能接触强光 否则会恶化 看来我今天不能去食堂吃饭了 我帮你打包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要吃什么 尽管说 我想吃鸡饭加薯条 番茄酱多多 再加一包橙汁 好 上次借你的笔记 你看了吗 我最近眼睛特别容易累 看不了太久的书 不如我帮你录音 那你可以听笔记 眼睛不会累 如果不会太麻烦 好吗 谢谢你 今天我是指日生 得留下扫地 还需要我来吧 你可以回家早点休息 你对我太好了 你这样的班长 我真是太幸福了 又麻烦你了 同学们应该互相帮助 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自从拆了纱布过后 我看东西还是蒙蒙的 我怕以后都这个样子了 我看你还是别扶我 让我自己习惯一下 你不要乱说话 你一定没事的 明明刚才吃过早餐 为什么我现在又饿了 难道这是医生所说的后遗症之一 你想吃什么 我忘了 妈咪已经准备了饭盒给我吃 难道我的脑也被影响了吗 我基金为什么那么差 我现在回去拿 不用麻烦 我不饿 你可以吃我的便当吧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快吃吧 我去买橙汁给你喝 原来已经好了 还装可怜 你的橙汁 你快喝吧 真的太感谢你了 大家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昨天的数学笔记 你有帮我抄下来吗 没有 班长 你可以借我历史笔记吗 这个 慧玲 不要理她 我跟慧玲借笔记 关你什么事 你装模作样 不知道大家的同情 欺骗大家的感情 就关我的事 我眼睛很痛 就是说我不能受到刺激 你的眼睛根本就没事 我可以解释了 解释就是演示 大家好心帮你 你却细分大家 Anthony 你帮我解释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骗人的 你还好吗 你的脚还好吧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最近一直迟到了 原来是我妈咪炖的补汤太补 害我晚上睡不着 早上睡不醒 结果 结果我就匆匆忙忙啃着出门 怎么知道 老师平时常教导我们 要助人为快乐资本 要介意勇为 我当然不可以袖手旁观 所以我挺身而出 怎么知道 结果我就受伤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朋友一样 狼狈为鉴欺骗大家的感情 你们已经知道了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我 我的脚痛 你没事吧 这个本来是给Alvin的 请你喝吧 谢谢 还是你追上了 原来你的脚没事 把你的虚构拿下来 你们果然是好朋友 狼狈为鉴 这次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猪脑是爽的营养 比猪肉多 可消除疲劳 猪脑的胆固存量 是比猪肉30倍 如果过量使用猪脑 会导致胆固全高 容易换上高血压 心脑病 脑血酸等 心脑血管疾病 怪物的 但是保育部 就贴近水沟 一定是喝太多猪脑汤了 咪 这次给你害死了 我要去医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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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